首先我们要了解苹果的结构 它是上面比较宽下面比较窄 然后我们依次找它的结构线 找到它这个明暗交易线跟暗面是怎么样去找的 接着我们来画一个正常的苹果 那么我们先找到它的外形 依次找到它的明暗交易线跟投影形状 然后再整体的铺一遍颜色 着重的加重它明暗交易线跟投影开始的地方 把它的轮廓线都融入到色块当中 接着用纸巾把它颜色擦匀 包括苹果窝用这个纸擦笔 接着用我们的手指给它灰面带一点颜色 这样比较的自然 然后用这个铅笔给它亮面 从暗部往亮面去推 依次这样画下来呢 最后留出我们的高光的位置 然后再整体的去拿纸巾擦匀 因为它的质感是很细腻的 最后再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苹果 加上它这个苹果霸 用苹果霸是个柱体 一边亮一边暗 最后调整一下就完成了 请继续 感谢观看